印度量子计算机也突破了 根据今日印度报道 位于梦买的塔塔基础研究院 即将推出印度的第一台 24量子比特计算机 这将成为印度量子计算机 开发的一个心理成碑 走出了印度进军量子技术领域的第一步 这台量子计算机是印度国家量子任务的一部分 由量子测量与控制实验室负责人 维甲亚拉加万博士领导的 五个研究所八名科学家进行开发 只在三年内建成24量子比特计算机 五年内建成100量子比特计算机 但维甲亚拉加万博士也坦诚 该量子计算机更像是一个演示模型 它可以解决的任何方程式 都可以被一台笔记本电脑完美模仿 然而要建立100量子比特计算机 就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 必须走出关键的第一步 从公布的几张照片来看 印度这台量子计算机 应该是超导量子计算机 这也是各国发展量子计算机的首选 大部分资源和资金 都投入了这种研究 目前正在开发的量子计算机 主要有五种 被认为最有潜力 最有可能成功的是超导量子计算机 和离子锦量子计算机 第一超导量子计算机 利用超导体在极低温环境下的 无电阻特性来实现量子比特 是目前最为成熟的量子计算技术之一 已经在特定任务中展示了量子霸权 超导量子计算机可扩展性好 退线杆时间较长 领先公司是IBM和谷歌 二离子锦量子计算机 通过电池场将带电原子或离子 困在空间中并使用激光来操控其量子态 其特点是量子比特质量高 可操控性强 领先公司是I1Q和霍尼维尔 三光量子计算机 利用光子作为量子比特 具有在室温下运行和良好的相干性优势 在量子通信和量子网络中 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领先则是中国科技大学 另外还有加拿大的Zenadu 和美国的SciQuantum 四拓扑量子计算机 利用马云拉娜任意子来构建量子比特 理论上这个量子比特对外界干扰更具鲁邦性 可以降低量子纠错的需求 可能更适合大规模量子计算 主要是微软在研究 第五 硅量子点量子计算机 利用硅材料的量子特性 构建量子比特 具有与现有半导体工业兼容的优势 由于可以利用现有的硅机技术 这种技术路线具有良好的扩展能力 英特尔 澳大利亚 新兰威尔斯大学等公司和机构在研究 这五种技术各有优势和弱点 总的来说超导量子计算机和离子锦量子计算机 可能最有希望 尤其是超导量子计算机 在量子比特数目和量子纠错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实现 短期突破了技术路径 而离子锦量子计算机 则因其高精度和长相干时间 可能在需要高度精确的量子计算任务中 发挥重要作用 但超导量子计算机需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运行 对硬件设施的要求非常高 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运行成本 同时还容易受到噪声和外界干扰的影响 需要复杂的纠错算法 来维持量子态的稳定性 而离子锦量子计算机 虽然操作精度高 但随着离子数量的增加 控制和操纵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离子锦的相互作用 将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 因此将系统扩展到数百 数千个量子比特的规模 仍然需要克服技术障碍 光子量子计算机的主要挑战 在与光子锦的相互作用交融 在实现多量子比特门操作时 变得非常的困难 扩展光子量子比特的数量 也是一个挑战 另外光子难以长时间存储 难以实现复杂的量子逻辑门 高效的单光子源和探测器的置备 也是一个技术挑战 托付量子计算机 尽管理论优势显著 但仍在早期实验验证阶段 目前还没有明确证据 表明可以在实验中可靠的 创建和操控马云拉拉费米子 也没有创建出实用的 托付量子比特 实际实现仍然需要重大的突破 归量子点计算机 量子比特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是主要问题 环境噪声和材料缺陷 可能导致退向感 影响计算的准确性 另外它的操作 需要在极低的温度下运行 也就是液氦或者是液氦 比超导量子比特稍好一点 超导量子比特需要在更接近 绝对零度的10到20毫 凯尔文下运行 随着印度建成第一台超导量子计算机 目前世界上可能已经有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发出了超导量子计算机 台湾中央研究院今年年初 也开发出了5量子比特计算机 但这种量子计算机需要特殊的稀释自冷机 冷却到几乎达到绝对零度才能运行 所以即使最有潜力 要大规模应用也是巨大的挑战 量子计算机可能还任重而道远